第五週的戰況 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再來跟大家分享 例行賽第五週的戰況與數據 首先我們先來看隊伍積分 本週由LIT再度稱霸 來自黎明的LIT延續上週的8季 在本週以340分作收 UNG與本週得到進化 收下283分從第六名一苦作氣升上第四名 而HQ以282分的提升繼續佔據第二 GES目前雖然仍持續坐在第三名的位置 但面對後面的AG、UNG不得有任何的輕忽 一隻雞兩顆雷的擊殺 就有可能讓這幾隻的隊伍名次大洗牌 而電競三雄、TDS、立志、PSTR與XPG、KEO、KMS 則呈現互搖局面 雖然他們較難再有追上前段班的機會 但第六週的戰局跟他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尤其第12的立志與第13的XPG 將在最後一週爭奪晉級之格 在選手個人表現 本週依然有LIT火旋拿下MVP 每日平均12.75作收 這數字遠低於上週的18儀 過去的16 也代表著聯賽尾聲的比賽越來越艱辛了 接下來看到數據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本週火旋的狀況下降 導致他的MVP殘連之路 有可能在最後一週 給持續提升狀態的K7Bandit 還有AHQ紅 這兩槍難擊潰 甚至TDS的SeaHard 和GX的XPG 都有威脅到火旋的可能 在擊殺排行榜上面 LIT目前戰具前三 但最後一週的賽程 估計AHQ、AG的戰將們 有機會將第二、第三的位置給奪走 而在手雷擊殺榜上面 LIT在本週強悍的手雷運用 在攻堅與防地產爭奪戰中 體現完美的運用教學 LIT GX 的選手們 在Web Fight 當中 除了給大家上了一堂手雷課 也直接證明手雷準度和順暴的拿捏基本功 可以高度影響戰局 戰隊排名走向部分 最後一週的焦點 將主要放在2-7名的搶奔道作戰 以及12名晉級資格的爭奪 GES UNG AG K7 掐門將成為最受矚目的前段班隊伍 而立志與XPG的競爭也將成為關鍵 接下來是吃雞分布 本週有LIT持續保有最高吃雞數量 並且領先第二多的HQ八隻 在大地圖海島與沙漠 用吃雞數證明自己的搶悍 HQ持續提升吃雞數 並且在雪地保有巨大搶十字枝 而GES AG UNG 在搶分狀態的情況下 一隻雞的分數將有可能造成名次對調 讓目前第五名的AG 一舉要上第三 相反 亦有可能讓在前面的GES 和UNG瞬間提份拉開距離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週的戰報 我是Nia 我們下次見 掰掰